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看天下》 今天我们已经出了一条片讲世银的前行长 加上现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 一起向下属施压,要求下属修改评审的方式 帮中国提高营商环境报告的排名 现在我们又出另一集《又是国际新闻》 搞搞下,《和理看天下》好像成为国际台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么多国际新闻呢? 因为近期的国际局势真是风起云涌的 我个人形容是十分紧张,但是不会真正动武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做足准备,随时准备动手 但是备战越来越多,准备越来越好,反而不会打起来 根本各个国家都是想用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逼对方让步 现阶段没有一个国家是下定决心要打仗的 所以现在吊诡的地方就是这样 吵架就越喊越大声,用词就越来越敌意 武器就越来越齐全,但是没有决心 除非被对方先攻击,否则我相信一段时间里面都会维持现在的状态 可以说是人人不是弱,个个就立架生,但是打不成 当然,这样的状态,时间一长,会不会出现变化呢? 又或者出现连环的巧合,终于打起来呢? 那当然没人知道了 好像昨天我们出了一条片,就报道过 AUKUS英美澳三方联盟成立这件事 美国就准备在18个月内就帮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 话口未完,真是话口未完 一日之后,美国澳洲马上宣布扩大双方的军事合作 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加上澳洲的外长和澳洲的国防部长 就是所谓二加二的会议了 会议之后,他们一起见记者公布了美澳军事合作的细节 由双方公布的内容去看,双方的合作 并不是原则性的,而是非常实质,非常具体的 在继续这个议题之前,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言归正传 美澳的二加二会议之后,就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宣布美国将会扩大在澳洲的军事存在 那什么叫做扩大军事存在呢? 澳洲的国防部长达顿就说 美军会轮流地部署所有类型的军机在澳洲 以加强美澳的空中合作 那就是美国各类型战斗力的军机都会驻在澳洲 那跟美国空军驻在澳洲有什么分别呢? 扩大军事存在,这些是好听一点的说法 因为驻军这两个字是比较容易令国民有负面印象的 那现在呢,其实不知道美军那些军机驻在澳洲 会有多少数量和什么机种 那可能开始的时候不会太多 但可能越来越多都不定 那到时美军在印太的力量就等于多了很多很多的韩母了 日后无论各方面的补给都将会是好很多的 那真的呢,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打起来的话 他们就不怕劳斯远征了 阿达顿又说,美军最同他们澳军联合建立一个后勤的力量 去支援澳洲的潜艇和水面的战斗军艦 那即是澳洲的核动力潜艇未建造完成 澳洲已经有美国的海军全面去支援他们了 那还未止,美澳的军队还会进行更全面的一体化演习 是一体化,那即是等于他们变成真正的联军 日后如果澳洲真的和某国打仗的话 美军一出动去到澳洲,和澳洲的军队就可以马上无逢配合了 这样的安排可以形容为澳洲军队美军化 还有美澳联合公布还说两国的军事部门计划一些太空卫星领域上的合作 显然即是引中国加入太空的军阶竞赛那边 看看中国跟不跟 如果中国不跟又怕落后 跟又烧银子随时陷入一个无底深潭里面 美澳的联合公布特别强调 南海、香港、台湾、新疆问题 再次清楚表明了 今次美澳这么紧密的一体化 这么紧密的军事合作 真正的目的就是怎样了 美国、澳洲这一着发展之快 可以说是超出预期的 而且还有本小利大 例如美军的军机驻在美国 或者驻在澳洲成本分别不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一旦打仗打起来 作用就很大了 还有英美澳的联盟 英国这张牌都还没打出来 不知道稍后英美或者英澳又有什么合作 那也不止澳洲和印度早前聊得都不知几个物 我都出片讲过的 今集就不讲了 在这样的局面 中国又怎样回应呢 大家都听得很多了 但是如果我不讲的话 就失了作为时事评论的全面性 所以希望大家都谅解 中国驻澳洲使馆发言人表示 他说中方坚决反对 拒绝美澳联合公布的无端指责 和错误言论 美澳两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这些小伎俩只会宜笑大方 不会得逞的 这个就是中国的回应 事实上我都觉得中方是不会真是很害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两边的底牌 都是不会打出第一枪的 不过现在尴尬的是 美澳这样做 如果中方那边完全没有反制的回应 又似乎太过没面 但如果你反制的回应又可以怎样呢 难道真的向巴基斯坦的邻国那边想吗 巴基斯坦的邻国大家知道哪里了 好了一旦如果真的打了巴基斯坦邻国这张牌 以后可能很多麻烦上身都不定 好了来到这里 美军帮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这件事 原来还有首尾 因为澳洲原本下单订法国的潜艇技术 现在法国的生意突然没有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法国在亚太都有领地都有利益 而今次英美澳结盟 法国竟然猛言不知 这样法国当然觉得又没面 又觉得被抛弃了 法国的外长德里安指责拜登 说他和特朗普都是野蛮单边主义 不可预测的 他说法国现在既愤怒又痛苦 他不知道为什么对盟友 他们会用这样的行为 美国方面如何呢 布林肯就说法国仍然是美国重要的伙伴 而澳洲的国防部长达顿他怎么说呢 他说法国提供的核动力潜艇方案 并未优于 就是不好过 并未优于美国和英国的选项 澳洲做决定的时候 都要符合他们澳洲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老实说法国怒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法国德国一直是想吃两家茶礼 又说和美澳那边合作 但是时时刻刻就想讨好中方 如果我是澳洲的话 我也有戒心的 虽然说你法国帮我建造潜艇 但是如果你日后将我的军事资料转给中国 那怎么样 那不是很大祸 老实说 我对法国这方面的道德操守 就不是太有信心了 如果你说一早通知法国有AUKUS这个联盟 可能中途就已经被破坏 到时不知道赖谁好 总之 现在的局面一句说完 就是局势就不断升温 局势越来越紧张 但是越多军事的部署 就越不会有人 够胆打响第一枪 好了 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的下方 希望多多支持 拜拜